彼此默契的排列一遍又一遍 所以你们看这个戏绝对跟别的戏不一样 因为它几乎已经是圈垂百裂 那在台湾要看到这种戏是不简单的 是非常非常不简单的 我们回想一下我们 我们没有这么多机会可以看到夜面 有这么幸运可以把一个戏一直演下去 那当然我是最幸运的 因为我是原著 我什么都不用做 我都等在那边看他们戏 所以每次在台北演出的时候 我都会去看 然后每次的感动都不一样 然后每次都受到感动 那这次有加了王大伦王若 有双王 所以这个气势是非常不一样 那我非常非常期待可以看到他们一出 因为你知道他们唱歌都非常好听 那更何况王牌女主角 所以它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出戏 被观众看到 不是大家买张票 因为它已经累积了非常多的时间 所以我今天为什么会来这里 是因为我刚刚google一下台中的首映 只剩下五张票 但是台南有六百张 所以台中只剩下五张票 所以我想说如果我可以来这边 给大家带动一下说 你愿意不愿意去找你的朋友 一起去看一出非常难得的戏 所以我们今天才会来这里 我是不是太直白了 太棒 台南是个文化非常浓郁的地方 但是它是个票房动得很艰难的地方 然后援助作者都已经懒了 所以希望你给我们更多的鼓励 我从来没有讲成这个套励 你有一种拉票的感觉 因为我不用上台 所以我可以在这边脸红 大家一天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精彩的眼睛 谢谢 谢谢机密 其实我们每一次来到台南 票房的状况真的都属于一种中等的温度 可是为什么其实在这种状态之下 我们每一次还是要来台南 那我想其实是对台南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情感 那那个情感来自于就是 我们一直觉得说 移动城市可以来到南部 就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所以不管来的观众是一个 是两百个是五百个或一千个 我们都会相信这样子的耕耘 是将来这边会有新的收获的 我也相信新的对话方式 会让大家留下一个不同的感受 然后接下来呢 其实就是从 至少跟了我们超过50场的魏鲁轩 来跟大家聊一下 你应该非常多话可以说 我就不设定任何的内容 好 那我就自己开始说 好 我可以先说那个 我从大陆回来之后 就是我都没有休息 所以我刚听到伯慧姐说她要昏睡两天 好好哦 因为我一回来就直接去电台上班了 因为我请了太多的假 对 然后所以我现在就是很想放假 好 其实我觉得向左走向右走像一个 圆圈圈 如果你们有看过这个绘本跟这个戏剧的话 就是一个向左走一个向右走 所以他们永远都还是在一起的 那刚刚宝慧姐有说 就是从大陆回来 然后我们又再见面 这样是什么一个感觉 我一直觉得 就像一个圆圈圈啊 然后你知道这里面有很多的人会离开 然后也有很多的美好 它有点像一个磁铁 它又有点像拼图 那个队的人他就会进来 然后在那个位子 所以我刚刚有很 我们有多久没见面啊 一个礼拜 差不多一个礼拜 然后再看到他们的时候 就有一种那个拼图又 原本这个礼拜先拿起来 然后又 就是有一种 我们又在一起的感觉 它像一个圆圈圈 那圆圈圈不会只是我们台上的演员 还有所有的工作人员而已 我觉得它是跟所有的观众是一起的 在台南这个地方 我刚才知道原来票还剩那么多 但是我对于台南的印象 就是什么都很慢 大家 这边的时间就是 不知道 就是大家都非常的悠闲 就像你们刚刚一进来 嗨的时候 大家都会 嗨 这样子 就是可能就是这样吧 我觉得这样也 这就是 这个 这个城市给大家的那个感觉 所以票卖的比较慢 应该也是 也还好 因为到最后应该就会 到最后那一刻应该就会 通通卖光光吧 对啊 嗯 嗯 我觉得 下左走下右走 它是一个很疗愈的戏 我觉得它的疗愈的地方 嗯 嗯 也许是哪一句台词 也许只是台上的哪一个演员 的一个很小很小的点 的一个 微笑或眼睛 它就可以给你一个很温暖的感动 我觉得这是舞台剧 音乐剧 最迷人的地方 所以为什么刚刚吉林老师说 她每一次看都有不同的感动 我想是 是这个原因吧 有我刚刚看到前面有很多 熟悉的面孔 我想他们应该都看了非常多场 但是我这次在一次 就是推荐你们看 就加入了这两位新朋友 我跟他们诠释的方式 非常的不同 然后我每次都会说 他们就像一瓶香水 新的香水一样 我都还在 就是很喜欢这个味道 在适应这个味道 所以你们一定要进到剧场来 闻闻看 原来他们的香味带出来是这样的 所以很希望 就是你们可以 来看我们向左走的向右走 所以那个 那个疗愈的功能 到底他的疗效有多少 来了就知道 应该蛮高的啦 对啊 然后还有什么啊 然后我旁边这个人啊 你知道啊 他是张耀人 他自从去了大陆演戏之后 他就是有粉丝后援会 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 大家就也不认识一个什么 他就 然后我觉得很好 因为其实每一个 就是今天没有办法 所有的演员都来 但是我觉得我们是来了 然后是带着他们的热情 跟他们的可爱 来见大家的 我觉得见面会很好 因为是很近距离的接触 他跟我们在台上很远 在演戏有点不太一样 跟我们在台上唱歌也不太一样 所以我很喜欢这样子的接触 对啊 的接触 对 对 耶 然后从 然后他有粉丝后援会之后 我就变成了他的粉丝 我就说我也要 我也要变成小杏仁 他叫张耀人 他粉丝自身自己叫小杏仁 因为他们有写信问我 然后就有给我几个选项这样 然后因为其实他们也就十几个人 没有很多 然后就说 有什么小果仁啊 然后因为我叫张耀人 还有小耀丸啊 然后还有小杏仁 我想要 小杏仁好像好一点 小耀丸 小耀丸我应该会玩那种 你知道很迷幻摇滚 像radio ham那种 oh yeah 大家一起这样 就一群小耀丸 好 ok 这样 小耀丸 对 要在说 他太太太 好 好那换我 我讲一下好了 大家好 我是张耀人 然后 大家可能没有那么认识我 但没关系 反正你们来看戏就会认识 他有粉丝专业 好好好 再去搜寻 好我讲一下我回台湾都在做什么 就是因为我 我回台湾 我其实在中国大陆的时候 吃的东西我比较不习惯 然后尤其是 例如说北京啊 或是珠海 就是有一些口味也比较重的时候 所以我回到台湾之后就狂吃 然后我觉得 天呐台湾东西太好吃了 然后看到 就像霸丸 吃 挖柜 吃 鸡排 吃 就是那种 看到什么就觉得 哇太好吃了 这样 然后我觉得 其实就像Gena讲的 我觉得因为 我从2010年开始演 像中的像中 然后那年我刚毕业 然后其实我对于左右 有一个很深的感情 因为左右一直以来 就是有一些新朋友的加入啊 旧朋友的离开 然后整个戏慢慢的转变 温度的转变 其实我们都在里面 然后我觉得那种 感觉非常的美好 因为其实就像人生一样 然后我觉得像他刚刚讲的 其实就像我们在去毕业旅行 在这整个tour里面 所以 你就会觉得说 哇 大家这么的靠近 然后把这个戏 然后就很像是巡回演唱会这样 一站一站一站 然后把这些 很美好 很浪漫 的事情都带给每一个观众 然后他们也会给 给我们他们的那种feedback 然后我觉得这样子 人跟人之间的接触 是我很喜欢的 然后尤其是回到台湾之后 最深的感觉就是 会很多舍不得 那个舍不得来自于说 哇天哪我们快要演完了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好可惜 因为我们的戏都已经排完了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 天哪再来一百场 都无所谓 因为我们已经排好了 然后就比如说 来吧来吧 就是一直演一直演 然后你会觉得说 那种感觉很好 所以很希望说 对我们 演到一百场的时候 都还可以看到 但是刚刚吉尼老师说 在台湾的那个 比较困难一点 我想我们不能自立的 想说再演一百场 就是我们也要看看 他们有没有怎样买票 因为我们应该会想来嘛 对啊 你不买票 我们演一百场也是在 你们花一张票的钱 就可以看到三个人的演唱会 你是不是应该要来一下 对啊 欸这么安静 同场笑好不好 对啊 对啊 我想加一句话就是 剧场 为什么剧场那么精彩 因为我之前会讲一个 很白痴的话 就是现场就是现场 可是我的意思就是 你永远不知道 你会看到什么东西 意思说每一个表演很独特 每一个表演 跟昨天跟明天的不一样 然后有的时候就是 这种 这种表演才是有 就是另外一种艺术 然后常常我们在幕后 然后旁边色彩也会有一些意外 然后这些东西其实都会加分 比如说我给你们很快分享 两个很好笑的故事 短短的 最后一场我们在珠海的时候 我们要开始表演的时候 可能只剩一分钟 然后那个就要准备表演 然后每个人有一些道具 每个人手上有一把雨伞 然后我左手会有我的小情节 一个很重要的道具 然后我进 完全我进入那个剧场的状态 然后还剩三四秒 娃娃就说王大文 你的小提琴在哪里 然后他没有理我 他就继续这样站在那边 然后我就大文你的小提琴呢 这样我今天有站在他后面 我们背对着观众 然后我就没有讲话 我就下台 转身他马上就这样 然后转身快步离去 然后下去背后